强调环保永续现在落实在餐盘上头了 美国民间的海洋生态专家在1999年 率先推出了海鲜认证指南 推荐适合食用的鱼种还有捕捞的方式 同时也大声几乎餐饮业者一起来合作 经过十多年下来 推广有成哦 已经有部分的鱼种恢复到了正常的数量 CNN主播从纽约出发 准备展开一趟海钓行程 但可不是所有被钓竿给拉上来的鱼儿 都可以带回家 它是项目的 它是好几个季度吗 它是好几个季度吗 他们的预定是一定会费用 现在如果你捕捕一个40公斤 它必须要被离开 钓鱼香岛认真确认每只鱼儿的鱼种 还有大小就是要避免过度捕捞 造成海洋生态还有水产业 年龄崩溃 美國海鮮觀察直南決定從捕撈源頭 以及民眾的選購行為下手 來改變海洋生態 從1999年推出海鮮認證指南 把所有海鮮分成最佳選擇 生態認證不錯的選項 還有避免食用四個種類 為了判斷出哪些海鮮適合食用 哪些捕撈和養殖方式 會傷害自然環境 專家還會親自走訪世界各地 了解水產的種類還有來源 這份海鮮指南也獲得不少連鎖餐廳 甚至是世界級的大廚支持 把它封為選擇食材的標準 目前全美有超過340家企業 還有餐廳共同合作 也發出了6000多萬份的指南 十多年來的努力之下 不少魚種數量逐漸恢復正常水準 像是原本被列入避免食用的大西洋鱈魚 現在也被納入最佳選擇當中 透過購買習慣的改變 才有機會讓更多人感受到大海的美味 TVN新聞 送貨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